根据网上流传的一份国家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 12月20日中国估计新增感染人数为3699.64万人 单日新增感染率为2.62% 比19号、18号新增感染率持续增加 按照省份排名 单日新增感染率前5名的省份 依次是四川、安徽、湖北、上海和湖南 从12月1日到12月20日 全国累计感染的人数达到2.48亿人 人群累计感染率达到了17.56% 目前全国各个地区的疫情流行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疫情高发的地区存在空间聚集性的特点 京津冀、成余地区、两湖地区、华中地区的疫情发展相对较快 长三角、珠三角、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疫情流行发展相对之后 这份文件还说北京已经度过了疫情高峰期 近日疫情已经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 另外天津目前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 预计未来2到3天内疫情高峰可能会出现回落 还有河北的情况是预计在未来3到5天内 全省将进入疫情的高峰期 四川全省疫情已经持续发展至高位 四川是继北京之后第二个人群感染率超过50%的省份 重庆市主城区的流行水平高于远郊地区 预计全市将在一周左右进入到疫情高峰期 湖北全省正处于疫情流行的高峰阶段 不过数据显示近两天新增的疫情出现了波动下降的迹象 12月1日以来全国共计19个省份累计报告了1100例感染者的基因组 其中发现了12种奥米克戎的变异株 目前还没有发现传播率 致病例和免疫逃逸具有明显变化的新变异株 需要继续观察病毒变异株的情况 12月以来中国人群累计感染率超过17% 预计在12月下旬的时候 全国多个省份将陆续进入疫情流行高峰期 并且呈现由省会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辐射的态势 在疫情流行高峰一周后左右将出现重症和非重症高峰 各地需要根据疫情的进度全面做好医疗救治的各项 准备工作